我们这小节呢 来说一下木木手机的项目学习目标啊 下一小节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项目演示 那么在说学习目标之前呢 咱们来看一看木木手机应用的技术战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 我们到底应用了哪些技术 把它给开发出来的 从前到后咱们给它捋一下 那么前端技术就是最前面的是吧 首先我们开发一个外部项目的时候 是不是得搭建一下这个网页的股价 股价用什么呢 是不是HTML搭建网页的股价 那么把这个网页的股价搭建出来之后 是不是这个网页涨得起手无比 那么怎么让它变得漂亮起来呢 是不是给它美化一下 美化一下就用到的这个CSS技术 是这样吗 那这个时候股价也有了 网页也漂亮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干啥 是不是应该让它动起来 跟我们的这个行为操作行为啊 产生一些交互 那用到的是什么技术 是不是就是JavaScript也就是JS技术 这个bootstrap是干啥呢 是辅助我们来进行网页的快速布局 当然也提供一些小组件 然后能够让我们前端进行这种快速开发 但是呢在这里边我们少量的应用到了bootstrap 大量的应用到了HTML CSS以及JS HTML CSS和JS它是基础 无论你应用什么样的这个开发框架 使用什么样的库 这三项技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前端技术 然后咱们往后说 后边呢就是后端技术 对吧 前端操作的游戏 一系列的操作行为 是不是得把请求发送到后端呢 那么后端我们第一个就是应用到了flask flask进行后端的接口开发 这个思考安门口是操作数据库的一个技术 然后再向下呢 就是GN2 GN2这个东西啊 它是一个模板引擎 那这些技术怎么跟我们刚才讲的前端技术 这些东西去串起来呢 咱们从前往后 然后再从后往前啊 整个形成一个循环给介绍一下 从前往后呢 就是我们前端发送一个请求到后端 用flask把这个请求收到了 是吧 收到了之后呢 那么我们是不是得干一些数据上操作的事 那么就是用这个SircleAmico 干一些数据上操作的事 那则上干啥吧 对不对 那数据上操作完了 返回来再到flask当中 做一些逻辑上的一些加工 加工完了之后呢 那怎么给它送到前端呢 就是通过这个GN2的模板引擎 这样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循环 当然啊 前端发送请求怎么就给到后端了呢 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一些网络的技术 比如这个http协议 它是通过这个协议 然后发送请求 然后把这个数据啊 前端操作的这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登录 是吧 你有用明码 这是不是就是数据啊 然后给到flask 通过这个http协议 那除了这个网络 我们还会学习到一个叫做cookie的技术 cookie 它是干啥的 它其实就是客户端 客户端指的就是我们的浏览器 浏览器少量存储一些数据的 还有一个session session呢 其实你把它理解成是 服务端少量的存储一些数据 那我们登录的这种状态保持啊 是吧 全线验证啊 就是通过cookie和session这种技术去实现的 那么再向下呢 就是我们的数据库已经操作系统了 刚才讲那个循环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数据存储的环节 数据库咱们讲的就是这个mysicle 那么这个mysicle 刚才那个sicleamco 是不是就使用这个python语言 通过sicleamco这个库来操作mysicle mysicle就是数据存储的 然后还有一个数据库 是吧 redis 内存性数据库 对吧 在开发项目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用户使用场景 根据这个业务逻辑 去分析哪些数据适合存储到mysicle当中 哪些数据适合存储到redis当中 后边还有一个叫做linux操作系统 好的同学们 那这个是我们应用到一些技术站 如果哪儿不太懂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当中 我会在群里 然后咱们一起讨论 那再讲一下 咱们说一下非常重点的部分 学习目标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学习 那当然这个目标啊 有的是我给你定的 当然你自己肯定要有自己的一个学习目标 第一点来说一下 掌握程序设计思路 你看啊 这里边我并没有罗列 我们应该掌握什么什么技术 因为我觉得技术是工具 那你今天学习python的web开发 明天你可能学习加法web开发 后天你可能学习其他流行语言的这种开发 但是其设计思路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比如给了一个任务给你 让你开发一个网站 你应该知道先做啥后做啥 怎么去划分一个模块一个模块 代码怎么去分层 是吧 怎么去写出一个优雅的代码 这都很重要 所以这个思路很重要 同学们 语言这个万变不离其中 即便他这个不一样的语言 但是思路都是一致的 第二点的是 你能够独立完成 木木手机项目的前后段开发 这个一定能完成 因为首先这个代码 我会带着你一行一行去写 是吧 同学们 然后呢 你先模仿 模仿完了之后 大致形成你这个思路了 把你整个的编程思想 它构建起来了 然后再通过这个项目 把所有零散的知识点串到一起 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 然后下一点是什么呢 你能够有信心独立完成市面上 全部的博客及社区类的项目 因为咱们这个木木手机啊 就是这种社区类型项目 那也算是博客类型项目 但市面上还有哪些比较知名的 博客及社区类型项目呢 比如说知乎 比如说CSDN 比如说以前的什么天涯社区 各种各样的社区 咱们开发的这个木木手机项目 跟他们所采用的整个业务流 是不是差不太多的 等你看到木木手机这个项目的时候 你就会啊 觉得这个东西好熟啊 我每次学习的时候都会用啊 是吧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学习目标 暂时咱们就讲到这里 前面你了解了啊 我们应用了哪些技术站了 下一小节呢 咱们一起看一看 这个项目 它到底长成了什么样子 你是不是非常熟悉 同学们 咱们继续向下 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一下木木手机的整个项目演示啊 我先来简单的为你演示一下 这个木木手机 它的整个主流程的一些功能 这个就是木木手机的整个主页了 那木木手机的主页 你是不是以为我打开错了 因为它的样子长得好像跟我们木科网的这个手机是一样的 对吧 是不是长得基本上一样 因为啊 我就是照着木科网手机的这个模块去开发的 那你看左上角这个URL地址 它是127.0.0.1 并不是木科网的那个域名 但是它这里边整个的业务流程啊 跟木科网手机的那个业务流程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开发的实际上是一款商业化软件 现在是不是有点理解 我之前说如果你能够独立完成木木手机的项目开发 那么你就应该能够开发出来市面上 咱们可以见到的一些博客以及社区类的项目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里边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功能呢 这些功能其实基本上都覆盖了啊 那比如说首页的这些文章的列表 然后向下的这种滚动翻页是吧 这种功能 然后打开任意一篇文章啊 我们看一下文章里边的这个主要内容 是不是这些都是有的 看这是图片的内容啊 图片浏览 下边呢是这个文字性的内容 一会点赞评论什么咱们再试啊 一页一页来看 在这个左边咱们有这种类别的筛选 按照文章类别的一个筛选是吧 然后上面有这个搜索 比如我想搜索阿姨是吧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吗 是吧 来搜索 是不是搜索出来了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这个是首页的基本功能 写文章当然需要登录了 所以咱们先讲登录和注册啊 那么点击登录弹出登录框 点击注册弹出注册框 再点击登录 然后下边这个是吧 立即注册拥护登录 咱们先来走一遍主要流程 请输入邮箱 刚才打开的就是我的新浪邮箱啊 然后请输入密码123456 我注册的啊 再次输入123456 然后发送验证码 注意啊 验证码这块稍微重点 那么一点点啊 点击发送 看看能不能发送成功 看验证码发送成功 这个框其实可以不谈的 但是我要你明白 我做了什么是吧 点击确定 最后开始读秒 秒是我们随意自己设置的啊 多少秒都行 那么这个读秒完之后的 这种切换效果 是不是都是JS控制的 然后点击收信 这个验证码是不是出来了 目不手记啊 他的验证码就是这个 然后我给他复制一下 然后过来 哎到这页啊 这页粘贴 然后点击立即注册 是不是就注册成功了 对吧 注册成功之后呢 我们自己来进行登录 然后这个新浪邮箱 123456 是不是 然后注意左侧 这里边稍微有一点点重要 目科网原版的 应该是没有这个图片验证码的 但是我把它加上了 因为我觉得 同学们应该会知道这个验证码 到底是怎样生成的 知道这个验证码的图片 到底是怎样生成的 知道这些线是怎么画的 都是我们的代码画的啊 点击 然后他就进行切换 那么输入一下啊 UQKG 不区分大小写 因为后端进行了这种大小写的转换 点击登录啊 登录就成功了 是这样吧 看啊 登录成功了 右上角切换我们的登录后 欢迎谁 然后有这个头像 头像是我后面 给大家准备了大量的用户头像 然后呢 随机生成的 当然后面也可以通过个人中心去改 是吧 然后点击注销 就是这种注销我们登录状态 这个就是通过QEA和Session来实现 然后点击登录啊 咱们再登录一下 输入我们的这个新浪邮箱 123456 然后这个是KQM钩 是吧 登录 然后登录成功 确定 确定之后 然后他刷新这个页面 然后刚刚说我们要写文章 那么我们就来写一下这个文章吧 是吧 写下文章 我就复制一下这个文章的内容就行了 是吧 来 把这一粘贴 这是我的测试文章 那在这儿注意 那在这儿注意同学们 这文字的内容可以通过我们上面这么多的东西去来进行做下格式上的切换 是吧 那重点是在哪呢 就是这个图片该如何去传 是吧 一会儿能不能正常显示出来 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头像图片啊 随便来一个吧 任意图片上传都行 图片上传完了之后 点击发表 刷一下 是不是 发表 让我们选择这个啊 这个是谁呢 注意这个头像就是前边我们在列表页 都有他这个 看到了吧 是吧 都有这个啊 这个我们去随意上传一个啊 就可以了 上传一个 然后他就会回显 在这个位置去显示这个头像 然后栏目啊 随便去填首发或者原创随意学两个热门标签 这个标签名字我没有去改那么多 咱具体开发的是在改啊 因为这个是我快速开发出来的一个项目 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这里边的布局 谈框布局到底应该怎么去写 是这样吗 保存并取消和确定发布两个功能 保存并取消肯定是到左侧这个草稿里边的 对吧 然后确定发布就直接发布了 那确定发布 这里边是不是发布出来了 这个里边是吧 这些个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现在是没有浏览量的 对吧 没有浏览量没有关系 那么在这儿我们是不是可以写评论 这个评论就不写到这儿了 我随便来一个别的文章 互联网加班表 然后在这里边书写我的评论 在这里边往下走 看点赞 你看这边是点赞 点赞收藏其实一样的 你可以点赞 你可以取消 对吧 我再点一个 这个点上点赞 一会后边我们会有这个点赞的部分 展示个人东西那个部分 点赞 就点了两个赞 然后呢 我再点开一篇文章 随便点一篇文章吧 然后下边来做评论的这个讲解 看评论 我给他写一个 这篇文章写的是真好呀 是吧 然后提交 你看一刷新 他评论是不是就在这了 然后我当然也可以回复这个评论 你当然用别的账号去发表评论和回复评论都是可以的 你说的对呀 是吧 然后点击回复 你看他是不是在这显出来了 看到了吧 这就是整个我一级评论二级评论 现在所有的评论基本上就是这种结构 对吧 你平时刷短视频里面是不是也这样 谁回复了谁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简单的这个功能啊 就是到这了 对吧 我的个人中心这 个人中心分为我的文章 我的收藏 我的评论 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就是改我们的基本数据 比如说你一声啊 头像啊等等之类的是吧 这个是我刚才发布的文章 对吧 然后我的收藏 就刚才点赞的两篇文章 是吧 我的评论就是刚才我去评论的那篇文章 是不是这样 同学们 这就是整个啊 这个手机的主要功能 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功能在这里边我没有演示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去开发这篇网站的时候 到时候都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讲解到 此时你应该明白了 木木手机就是木克网手机 它的整个大的模块 是一个商业化的项目 它包含了绝大部分的一个功能 好嘞 那么关于项目的演示啊 这个木木手机 咱们就暂时演示到这里 更多的功能 到我们开发的那个环节 那个阶段啊 咱们一起去把它全部都开发出来 好嘞 那本节课咱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转眼间呢 咱们就来到了第一章的最后一小节啊 快速学习的核心方法 以及四个阶段 说是四个阶段啊 但是后边我又多补充了两个阶段 咱们一一到来啊 首先咱们来说一下学习编程的阻碍 因为我授课这么多年 接触了相当大量的学员 那这个阻碍 基本上是对新手里边 非常共用的一个阻碍 很多同学都会遇到 那是什么呢 你第一阶段刚开始学的时候 哎 听着感觉好像听懂了 但是呢 我更深层次的理解不了 很多同学就开始钻尾小尖了 不行 我理解不了不行 我后边讲一个生命变量啊 有同学卡在那呢 那这个变量到底什么意思 到底怎么生命的 底层原理到底是什么 我理解不了 我理解不了 我就死扣死扣 然后觉得啊 学习变成太难了 我不想学了 千万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这样 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种阻碍呢 先啊 不管懂不懂 一定要模仿 一定要模仿 我咋写代码呢 你咋写 动手去敲每一行代码 不要懒 第一点 千万切记 不要钻牛角尖 先不管懂不懂 动手写 写多了 自然就会了 这就是第二点 是吧 正所谓啊 书读百遍 奇异自现 你写多了 就打通你的人都二脉了 啥都懂了啊 一点一点 自然就理解了 所以不要钻牛角尖 切记切记 写 懒才是最大的阻碍 只要不懒 就没有人学不会 那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阶段性的阻碍啊 第二个阶段性的阻碍 有同学说 哎 我看着老师写的 看着老师讲的 我全都懂 当我自己写的时候 我脑袋一片空白 一点思路都没有 这是第二个阶段的 这个阻碍 很多同学都会遇到 所以呢 这个阻碍 如果你遇到了 也不要踏进小关 因为很多人跟你都一样 我讲课讲了这么多年了 是吧 很多同学都会碰到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去应对这种阻碍呢 对着例子先敲带嘛 然后再自己独立思考 独立现在嘛 所以还是那句话呀 你先模仿 先对着这个例子敲 或者说我边敲呢 你先学 学完之后再跟着我再敲一遍 然后再想 哎 我看懂了当时 虽然是吧 但是我这种独立思考的 整个能力还没有建立起来 但是写多了就建立起来了 思考多了就建立起来了 对吧 那再补充一句啊 我们不是做这种科研呢 那所以我们建造代码都是有套路的 写多了 你自然就明白了 我们基本上所有写的代码都是业务型代码 有很多前辈都写过多少遍了 你一定要有信心 那么前两个阶段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阶段一的核心 那这个里边就是重塑思维模式 树立编程思想 对啊 什么叫重塑思维模式 因为程序员写代码 他这种思维模式 跟你平时或者说以前的工作啊 可能他不太一样 这个就比较重要啊 重塑这个思维模式 那么切记切记 先模仿再创新 一定是先模仿 你不要一上来去追求这个完全的独立 我咋写代码 你先去咋写这个代码 不要上来说我看完一遍 我都懂了啊 那我自己就一下子全都完全的自己去写 不要这样 你很有可能陷入第二个阶段 就看着全会了 然后呢 一写全都大脑一片空白 对吧 不要这样啊 接下来往下说啊 本课程学习的四个阶段 其实啊 把它定为成本课程学习的四个阶段 有点不太对 定为成你把所有的技术 掌握了学习的四个阶段 这个就比较正确了 那你看一下啊 阶段一体系化学习 这个课程当中的所有的知识 那这个是我标记了课程中 课程中啥意思 就是我课程当中会讲 阶段二是什么呢 项目模仿开发 也是我课程当中会讲 你要一行一行代码 看着我怎么写 并且自己再写至少一遍 这叫模仿开发 对吧 一般来说 市面上所有的课程可能到这就结束了 课程当中讲解的内容 确确实实到这就结束了 但是你的代码人生刚刚开始 我也会告诉你后边怎么去学习 那后边应该怎么去学习呢 来一起看看阶段三 我们自己啊写的项目 或者说我在课程当中带着你写的项目 会存在很多的bug 那个同学说 老师你留那么多bug干啥 你就带着我把bug修复就完了呗 我觉得没有必要 为什么没有必要 因为我把所有的技术都教给你了 所有的思路都教给你了 那些bug凭借你自己的能力 那百分之两百就都能够修复 然后呢 你自己可以把项目bug当中去修复 因为主流程我都带着你写完了 剩下无非就是各种分支条件的判断 补充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在课程结束后 你来完成的 然后呢 比如你遇到问题 再到群里边去反馈的问题 咱们大家再讨论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阶段四 还有项目未完成功能的独立开发 那肯定有一些功能我没有做到 我有些功能我没有做到 这个时候你自己独立去完成 是不是有了一个独立的思考能力 你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加的完善 那你有可能遇到新的问题 然后咱们在学习群里边 再讨论 我再告诉你怎么做 所以阶段三和阶段四也很重要 巩固你所学的所有的知识 好 咱们接下来再补充一个 市面上你看上了哪个项目 按照本课程教的方法 独立给他克隆一个 到了阶段五 你是不是心里边这个编程技术 这个信心呢 是不是一下子就全都建立起来了 对吧 阶段五是不是就完了 完了吗 我觉得人生才是刚刚开始 带补充一个阶段六啊 阶段六可能跟我现在的一些经历有关了 同学们知道我现在正在创业对吧 那么创业什么是创业 创业就是解决一部分人的需求 对吧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将来要发现你身边的各种的不便利不方便 寻求其共性 自己去挖掘这个需求 然后进行系统的开发 解决这个需求 是不是就有可能会成为你将来的一个创业项目 明白了吧 但是这个阶段六稍微有点远 完成前面五个阶段 阶段六有可能伴随你整个的这编程生涯 一再来来 不要着急啊 以上呢 就是我为你总结的可能遇到的困难啊 应对的方法呀 学习的几个阶段啊 每个阶段的重点是什么 有更多的问题呢 咱们还是群里面讨论 本小节咱们就说到这里